嘿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宝动态设计 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一期Valum布料破碎案例分享 那么上一期我直接分享了一个小子临摹短片 大家有人想让我看我分享教授 所以今天我来分享一期Valum 然后今天我主要想分享的是 第一个就是Valum是什么 它可以做什么 它是口笛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模块 它是在好像是18还是19之后 有的话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的历史 如果有错误你可以指出 反正它很牛逼 它就是很简单很快速的可以做出布料 可以做柔体 可以做沙子 可以做流体 可以做毛发 而且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模块 如果说你一个C4D玩家 你最好就是说 学习这个Valum 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那么下面我给你推荐一下 Hodini Valum的教程推荐 那么我看了这几个Valum的视频之后呢 很多Valum的教程我都看过 但是就这两个教程 我觉得你是必看的 而且是效率很高的 第一个教程就是这个ntag 这个Valum的系列 在B站上有 你可以看看 直接搜ntag Valum 这个链接我可以放在下面 就是它 就是一个小的案例 去给你讲一些Valum的 这些原理 而且它是从那个官方大师班里 就是提起出来的一些知识点 给你拿出来讲的 官方大师班讲的那个东西呢 它太程序员了 反正我也不太喜欢那个 那个我没看下去 然后第二个必须推荐的 你必须要看的 我强调推荐你去看的 就是这个Discovering Valum的一个系列 这个教程现在已经也已经赖拿捷了 但是它的质量非常高 就是它用一个小的案例 去逐个的讲解每一个参数 每一个参数都给你表示出一个效果 就是它非常的好 而且很简短 所以说它B站上也有 B站上也有 而且那个链接 就是那个链接 我可以放在下面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我非常推荐 就是如果想学习Valum的话 这个一定要去看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布料破碎案例的分享 好的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布料 破碎案例的分享 首先我们第一步需要去得到一个包裹的模型 就是我们在那个短片里可以看到这种包裹的模型 它是通过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设置 通过设置我们的约束长度 我们把这个Rest Lens可以改成0.3 它本来是1 我们把它改改小一点 它就会产生收缩 然后去碰撞我们的鞋子 就会得到这个包裹的模型 然后呢 后面我们还会就是一个几个一个节点 一个几点去讲啊 我们现在只是大致的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效果 大致看一下我们的思路 然后我们呢 我们用这个AgeFracture去把每个线呢 给它沿着线呢 去给它形成一种破碎的感觉 就是破碎的碎片 破碎的碎片呢 它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固定的点 然后我们这边设置了整体为布料约束 Velum Close 设置了一个整体的布料约束 然后一个Velum Constraint 去也是设置了一个缝合 将每个片给它缝合起来 这个呢 每个片上它之间有个点 这个点可以设置它的破碎的这种预值 我们设置这个预值 就可以控制不同的区域的破碎 然后一个Pin 去把某些区域给它盯住 比如说这些区域 我不想让它就是离开这个鞋子 就把它盯住就可以了 然后Velum Solver 就不用讲解了 重力改成0 然后这是没什么好讲的 这个是缓存 然后里面加了一个两个风 第一个风呢 我们是上面一个风 然后可以向右吹 下面一个风呢 向左吹 是吧 然后一个XS Force 然后它可以有这种旋转的风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模拟的效果 模拟的效果 Zoom 看到没 酷吗 Zoom 有点像太极 这种转起来了 然后我们一个Rate Time 去做了一个 这种 这种时间重用射 子弹时间的效果 它可以慢下来 然后增加快 OK 然后一个Velum Post Process 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修复它的一个外观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完全平滑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加加了这个东西 如果不加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种 看到没 它是一冷一冷的 原因就在于 我们这边可以修复这个缝合 就是每个碎片之间的这种 缝合的这个线 我们可以把它缝合起来 然后它就可以形成这种平滑的边缘 它就不是这种尖边 你看到 你应该已经理解了 然后下面是一个动画 无所谓 无所谓 这个动画就不讲解了 吼地里面K动画挺难的 还是不要在里面吼地里面K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效果 我们现在就是逐个的节点去讲解 OK 我们直接开始逐个节点的去讲解 然后最右边呢 是我们的参数面板 参数面板可以让你清晰的看到 每个参数的变化 加粗的字呢 就是我更改过的参数 你可以着重的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是一个file节点去导入这个模型 导入这个模型 你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一般这种模型的比例比较大 所以我们用一个match size 然后把它限制到一个区域 然后这边是一个min to min 就是让它歪着去对齐这个地面 可以看到它这个地面上 这是一种小技巧啊 处理模型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transform啊 我觉得这个模型太小 然后我用一个transform去放大一点 因为这个比例啊 这个比例它也会影响你布料破碎的这种形态 如果你太大的话也不是很好啊 然后一个volumeclose去模拟这个球 我们这边这个球呢 是一个polygon 然后我给它放大一点 只需要包裹住我们这个模型 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它在模型的这个外边缘 然后这个分段呢 给到了30 然后我们用一个volumeclose 这边着重的就是这个参数 就是rest length scale stretch里面的 stretch是控制这个长度的 就是每个点之间的约束长度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的话 我强烈你推荐去看 discovery volume 一定要去看 然后只要改这个长度 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距离的缩短 然后去碰撞我们的模型 然后volume solver里面 这个force改成0 这些参数你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这个rest length scale 其他的不用管 然后我们直接看我们缓存的动画 你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去包裹我们的模型 一个小动画 你可以把这个都能当成一个动画了 是吧 非常简单 你需要改一个阐数 就是一个节点就搞定 然后一个time shift 我们把它冻结住 冻结到60帧 它就是一个模型 静止的模型状态 然后attribute delete 一个group delete 去把这些东西给清理到 只留下一个p 属性 你能看到之前有很多属性 这么多属性 然后我们不需要那些属性 也有可能会和后面的冲突之类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删掉 一个冲突铺 一个rematch 就是把它冲突铺这种均匀的网格 但是我觉得这个冲突铺 你可以稍微的改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这种冲突铺的样式 有点生硬 不是很好 当时做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考虑 好这些东西 然后一个attribute paint 这个paint主要是绘制一些破设的区域 绘制的区域就是1 是我们画上去的这个值 属性值就是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创建了一个mask属性 绘制上的就是1 然后我们用这个mask呢 去控制我们的这个break threshold 因为我们绘制的区域是1 所以我们给它反转了一下 用一个attribute remap 反转了一下 也就是0.01 然后它就会更容易破碎 一个ajfracture去创建了这样的碎片的 沿着编剧破碎的这种效果 然后这个碎片呢给它了1500个 你也可以说更多或者更少 所以你自己看什么 然后呢我们去创建了一个 用一个组去创建 创建了一个pin的组 我给看到啊 去去这个绘制了一些呃点 让它去在原地不动 就是说钉路的这种效果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一个valum close 去整体一个布料的模拟 然后一个valum weld weld point 去把每个这种碎片呢缝合起来 缝合起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种整体的布料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布料呢 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破碎的布料 所以这里有一个break threshold 它可以控制就是不同区域的这种破碎 用我们的这个mask属性去控制 然后一个pin就是把我们的 之前汇率的pin组给它盯住 就是设置不同的约束 然后一个valum solver里面 去把这个重力改成零啊 什么类型这里这个缓存 给它加大一点 缓存这里是呃指的是临时的这个缓存 就是你在这个播放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横条是吧 这个蓝色条 它就代表你的缓存的这种空间 然后它如果你这个开的很小的话 它就是会蓝的蓝的蓝的 前面就没有了 就被删除掉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solver里面 你看我们的popperrangle啊 popperrangle是在外面 我们设置了一个组啊 我们用这个group 就选了一个bounding object的模式 然后这边一个box 这边一个group选中了这些点 然后我们去输出了一个这样一个组 这个这个box呢 也是可以做动画 比方我们往下去做动画 或者从左往右往去做动画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组呢 去复制 然后一定要用这个popperrangle里面 这个input里面去给它输入进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 用外面的这些动态的数据了 当然这里我没有用动态的数据 我只是导进来一个组啊 因为之前我做其他进程的时候 用就是动态的去破碎 然后我们有一个激活的组 呃用这样一个函数判断 它是否在组内 然后创建了一个active的组 这样一个表达师 你可以看一下 ptnum当期判断当前点 是否在这个wind of app里面 这个组里面 嗯 然后一个popperwind 一个popperwind 然后去设置不同的风向 比如说我们这个active去给 呃 负z轴 给它往这边吹 那另外一个popperwind呢 是2 去往这边吹 是吧 不是这个active的点呢 就是往这边吹 是的 就往这边吹 然后整体呢 再加一个嗯 就是往这边旋转的风 旋转的风 ok 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缓存 zoon 卡了 zoon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预值 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mas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预值 就是我们绘制的区域 它会更容易破 看到了吗 更容易破 没有绘制的区域呢 它是不会破的 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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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n 尤其尤其这边你看看 zoon 啊 非常不错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 我们这边一个retime 就是一个retime 去设置一下一个重生动画 怎么设置呢 就是k这个speed 这个针 我们一个retime k这个speed 刚开始是0.3的 然后后面 加快 而这个retime 非常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会 就是自动的去计算我们的这个缓存的 呃 怎么说呢 空间吧 就是每一步 大家可以计算粒子 但是烟雾有另外的方式 啊 比方我们可以更慢 非常慢 0.1吧 太慢了 0.1 看到 多慢 而且很丝滑 看到没有 它不会说像csd那样 对吧 可能还要缓成一个高震率是吧 Houdini不就不用 就 就很丝滑 它会自动的去插值 啊 它会插值 ok 就是这样一个小的分享 ok 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